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我们今天来看电影《怪谈》中最后一个故事 《怪谈之碗里》 据说有本离奇且没有结局的书 至于为什么没有结局呢 所有人不得而知 这本书是这样的事的 话说古时候天皇去城外拜年 和侍从在寺庙里留宿 其中一个武士跪得口渴 于是跑到井边去打水喝 刚要下口却发现不对劲 定睛一看 碗里有一个倒影 武士往四周望了望 却没有发现其他人的身影 武士心想自己可能是眼花了 正想喝水却发现碗里的人影还在 他抬头一看 天空中飘着一个人脸风筝 但武士拿着碗转了一圈 碗里的人影依旧没有消失 武士深感气愤 被戏动的感觉油然而生 于是他一把将水泼掉 以防万一还换了一个新碗打水 谁知端起碗一看 碗里的人影不仅没有消失 还变得越来越清晰 并朝着他细腻地笑了起来 武士彻底发狂了 到底是哪个小子在戏弄本侯啊 但武士实在是太渴了 他也顾不了那么多 管你什么 牛鬼车神啊 先把生理上的问题解决了再说 于是他一口喝光了碗里的水 将碗中男子的灵魂也吞了下去 晚上轮到武士值夜班 他看着屋里的碗 想起了白天的事 深感不安地将碗弄到地上 这时 屋里出现了一个白衣男子 武士做好十分的戒备 白衣男子张口 却说之前见过他 武士想起白天那个碗里的男子 但他却失狗否认自己见过白衣男 白衣男则气愤地问他 白天为什么摔碗 武士觉得莫名其妙 于是举刀砍向白衣男 却一刀砍空 白衣男居然凭空消失了 然后又从他的背后冒了出来 最后穿入了墙中彻底不见了 武士这才回过神来 大喊有人闯入 但其他人都没有看见可疑的人 也不相信武士描述的稀奇经历 以为是武士太累所产生的幻觉 第二天晚上 武士回到府邸正准备睡觉 这时来了三个戴斗笠的人拜访他 这三个人都是白衣男的下属 说因为武士的刺杀 让白衣男受了伤 所以三人是来找武士报复的 武士一听立马用长矛刺向三人 结果三人也跟白衣男一样 来去无踪忽闪忽闪忽现着 武士凭借着三人投在墙上的影子 将他们一一咔嚓掉 谁知又冒出了三个一模一样的人 这杀也杀不完 刺也刺不中 最后武士就精疲力尽的疯了 画面一转出了故事 写这个故事的作者很久没有出门了 出版商过来拜年才发现 这个作家凭空消失不见了 但他写的故事 还整齐地码放在桌上 出版商拿起他写好的书研读着 这时从旁边传来一声惊叫 原来是隔壁大妈口渴 想要拿碗打水喝 却在水缸里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 原来作家也像他书中写的白衣男那样 称为被困在水中的人 或许这个故事是想告诉我们 没事不要乱喝水 没事也不要乱开脑洞 好了 喜欢就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